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菩提,欢迎来到禅艺。 现实里,人到晚年,如何跟子女相处,其实是需要一点技巧的。 原因很简单,这时候的子女,早已长大成人,也有了自己的见识跟看法。 还用孩提时代的相处方式,还要父母说了算,那是行不通的,只会造成关系的紧张。 特别是人到晚年,跟子女住在一起养老的人,要避开这几个坑。 灵妖不要把注意力,过多放在子女身上,人到晚年,手里的时间很是充裕。 特别是一些老年人,早上早早起来后,一天也没什么大事。 于是,有的老人就会把精力,放在盯着子女身上。 子女的一点小事,都要拿出来讲。 其实对于子女而言,这很烦。 因为年轻人要打工,本身压力就很大。 回家后,还要面对一堆唠叨,自然会导致双方的关系不合。 举个例子,我有的时候回家里,我老爹就会念叨。 比如,我喝个咖啡,他要念叨。 吃个外卖,他也要念叨。 其实他念叨也是好心,为了我身体好吗? 这我理解。 但问题是,年轻人的生活节奏很快,不可能天天自己做饭。 吃外卖是正常的生活方式。 这些东西,他作为一个老人是不理解的。 现实里,老人在晚年的时候,应该更多地充实自己的生活。 否则,过于无聊的话,就会把精神放在盯着子女身上。 02减少发号施令,现实里,父母眼里,子女永远是小半。 就应该听他们的。 但其实,子女虽然是小辈,但是早在社会里,独当一面了。 甚至很多子女,都在公司里有不小的职位,手下十几号人。 这种情况下,父母如果还拿子女当小孩,经常发号施令,那关系自然好不了。 举个例子,我的一个叔叔,从我小时候,就喜欢唠叨说教。 那个时候,我年纪小,不懂得反抗。 现在我独当一面了,他还是一副说教的样子,就很烦。 因为他说的那些话,一点营养都没有,对现实无益,基本都是情绪上的宣泄。 说句实话,子女早就长大了,甚至在很多知识上,早就超越了父辈。 如果父母不能把子女当作平等的对象,来对待,那这个关系,自然不会太好。 03提供不了实际帮助,还念叨,现实里,有些老人的经济条件不好,需要依附子女生存。 这种情况下,就不要过于念叨子女,要求子女上进了。 因为本身子女的压力就很大。 在得不到父母铺路的前提下,去奋斗,本来就有压力。 这个时候,父母还一味地念叨,起不到任何积极作用,只能加深矛盾。 举个例子,早上看到了一个帖子,有个网友收到母亲的念叨。 他母亲一如既往,逼着他努力工作。 他就很火大。 因为他一直很努力工作,很小岁数就出门工作了。 结果,父母非但不体谅,还在那里倒游,就很烦。 现实里,年轻人的压力并不小。 父母如果不能分担的前提下,就少干预他们的人生。 从子女的视角来说,看到别人的父母成功,给子女铺路了,然后人家过得很轻松。 自己呢,没有父母铺路,还要得到父母的干涉,就会很烦。 所以说,聪明的父母,不会过多干预孩子的人生。 就是这个道理。 人这一生,总要执着追求些什么,才能有滋有味。 有人追求名利,想要成为人上人。 有人追求幸福,想要享受家庭乐趣。 还有人闲云野鹤,过惯了自由日子。 执着于什么,都没关系,只要自己开心就好。 然而,有些执着是好的,能让我们人生有滋有味。 有些执着,却是糟糕的。 会让我们心情欲竭,钻牛脚尖。 最后反而过得不好。 人到退休,也有一把年纪了,应该看开点,或答些。 这个阶段,还执着于这些事情的人,可能活得有些失败,有些自我折磨。 灵妖执着于抠门省钱,人活着,适当省钱,那是应该的。 毕竟,我们都不知道哪天就要用钱。 手里有余钱,自然是好的。 但是,在自己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,我们也应该花钱享受一下。 否则,我们就成了格朗台了。 这么克扣自己,实在是太不明智了。 比如,我母亲,为人非常抠门省钱。 有时候,扣得我都受不了。 所以我时常开导他,你现在不花点钱享受,等你病了不能动弹,生病了之后,想吃都吃不下去。 你到时候,后不后悔? 这就是我的真实看法。 我也觉得,过分省钱毫无必要。 钱要用起来,才会有价值。 所以,人到退休之后,不要被金钱所控制,成为一个过度节约的人。 而要适当享受生活。 不要亏待了自己,否则将来后悔。 02,不要过度争强好胜。 有的退休老人,胜负欲还是挺强的。 还是希望自己过得比别人好,孩子比别人的孩子好。 但其实,胜负欲太强,不见得是个好事。 因为大多数时候,我们身边的人,都跟我们层次差不多,不会有明显差距。 所以我们比较时,会经常输。 这个输了之后,心态可能就崩了,日子就难过了。 你说何必要比赛呢? 我家里一个长辈,就是如此。 总爱跟别人比工资,比孩子的出息。 有时候输了,就回来阴阳怪气。 或者拿着孩子出气。 其实,有什么用啊? 除了让自己生闷气,惹得大家不痛快,有什么好处吗? 人到退休,早就脱离了工作环境,也不可能有事业上的进展了。 如果这个时候,还不能调整自己的胜负欲,还经常争强好胜。 除了提高自己的血压之外,没有任何好处。 零三不要执着于成为一个老好人,人到退休,就该为自己而活了。 不要总是为了面子,为了些奇怪的东西活着。 因为时光很短,再不为自己活着,就是太亏本了。 这个时候,就没必要讨好所有人,让大家说,你好。 因为那些虚头巴脑,还要付出很大代价,值得吗? 我父亲到现在,还有点烂好人的倾向。 别人提要求,不敢拒绝。 家里很不好相处的亲戚,他也不敢断交。 其实,这样活,别人并不会因此后待他。 他所在意的好人形象,也没什么价值。 人到退休,不要取悦别人,而要取悦自己。 这样活,才不会让自己后悔,可以让自己更加满足。